大家好,我是比嘉大堂 大家好,我是比嘉路上 大家好,我是比嘉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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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非洲,感尊满,百年了 非洲邀叫我上 一座号称羊老天堂的台湾区仪局上司 非洲拥有两百万公里河关线 有班上上车,班上浮身为常 先进度四天发展规划出炉 非洲全市一天,减作为副重心 非洲两次五四卧的全国闻名尝试前后 非洲GDP五千四百亿元 江东排名T5 全国环境控器节 非洲排名全国T3 一线尝试天会 爽终燃效六百能六万 二桶茶搞铁餐叫解江东T1 非洲反应仪 拉下架,卸下架 为了非洲超市一家 大家好,我是V家阿唐 我是V家永宁 阿唐大利,看片惠州 简笋盘,卖好楼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 大湾区惠州市退休的惠民资讯 关于如何在惠州 如何办理长者服务卡 符合年龄条件的长者 在惠州办理长者服务卡之后 辞这个卡就可以全程免费坐 惠州市行政区域所有的公交车 办理条件是根据市政府的相关文件 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 包含了港澳台同胞均可办理 惠州市长者服务卡 以下这个详细的办理流程 就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现场申办的方式 可憑本人的身份证 和这个小一串的蓝底 缅冠海色的相片 到这个乡镇、街道老年办 或者是这个民政办 社会事务办 办理这个长者服务卡 惠州各地区现场办理处 大家详细可以看这个视频的影片 或者WhatsApp我 我发给大家 第二种是网上申办的方式 第一就是打开这个微信 搜索粤省市 往下画有这个人生士的标题 点击养楼退休 第二就是选择这个长者服务卡的申请 第一个是阅读办理的指南 点击开始申请 第三就是选择这个本人办理 或者是代他人办理 本人办理則需要直接确认 申请长者服务卡的老年人的信息 代办人則需要注意 代办人或者是需要 申请长者服务卡的老年人的信息 第四个就开始验证 进行办理人的人脸识别 通过了这个验证之后 就可以跳置到填写领卡的地址页面 如果未通过的 将会提示未踏到办理条件的原因 第五个就是通过这个验证后 可以填写和确认到领卡的方式 大家可以选择现场领取和邮寄 点击下一步就可以再次确认讯息 即可成功提交 第六个成功提交之后 就可以点击事项的详细查看 这个卡片的申请进度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 外市户籍的老年人尚且 没有这个惠州的居住证 目前只能通过第一种方式 就是这个延长办理的方式 惠州买好楼跟着阿唐走 大家想要惠州任意留盘的资讯和资料 想要出团实地考察的 马上WhatsApp我 674-00-605 我们V家惠州团队可以做到 每天出团 每天出发 每天都可以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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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